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获取元素减点的方法 它叫做getElementByPlusNate 那么从字面意思上来看 我就知道它肯定是通过class去获取元素减点 我就直接去给大家讲了 那么它的交易格式是 node.getElementByPlusNate 那么其中的参数是class 它的功能是获取node的节点下 所有符合条件的元素节点 也就是说它的Point可以去指定 从哪个地方开始去查查 然后我们来看它能够怎么去查 我们在这儿写一个 我们把刚刚的这两个立标签直接给烤过来 好 放在这儿 一个叫做ure 一个叫做ore 好 然后我们给其中的这边的立标签 我们的去添加这个class 我们想获取当前页面上所有的class为box的权数减点 好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可以通过 document.getElementByClassName的去获取 在这儿传的这一class是box 好 我们把最终获取到的返回值去输出一下 在这儿呢 它是object.html.collect 好 那么从这个上呢 我们知道它的返回值呢是 所有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元素节点组成的对象 组成的数组 那么既然是数组呢 它呢 肯定有这个LENSE属性 我们呢 运行一下刷新 好 它呢 是4个 在我当前页面上的确实呢 也有这个4个对应的这个class 好 我们在这儿呢 通过这个循环的去输出一下 我每一个元素节点它的里面Html 然后呢 来判断一下它是否的正确 在那儿是nosei.html 好 那么分别是2 4 5 7 没问题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呢 想获取什么呢 获取 与UR下的这个class为box的元素节点 好 那么我们呢 首先呢 得将这个UR给获取到 首先呢 将这个UR给获取到 好 获取到 以后 将我UR下面的所有class为box节点的人获取到 好 然后呢 我再去循环一下 那么它这个时候呢 2能获取到 4能获取到 只获取到这两个元素节点 那么说明呢 我们的这个getElementsByClassName 它同样的可以从某一个元素节点开始去查到 好 这个地方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个点啊 就是我们上述的这个getElementsByClassName呢 是在安逸浏规览器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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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版本的 安逸浏览器下呢 是不支持的啊 这个地方呢 如果它不支持的话 我这个函数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需要考虑这个浏览器兼容性的问题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不兼容呢 怎么办呢 啊 我们呢 可以呢 通过这个分装函数 然后呢 分装啊 一个 一模一样的方法啊 兼容的方法 分装一个在 在AE浏览器下 和在别的浏览器下 都能用的一个获取class的一个方法 好 那么这个函数呢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Element ByClassName 好 那么在这儿 它呢 得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我要从哪个节点开始去找 第二个参数是 我们要传的这个class 好 那么 首先 第一步呢 我要找到 这个节点下 所有的这个 元素节点 然后呢 再对这个所有的元素节点进行一个删选 等于什么呢 等于 Parent.getElementByTechnite 好 那么既然呢 我们要找到当前Parent下所有的这个元素节点呢 在这儿传的这个东西呢 它就应该传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代表什么 它代表通配服务 它代表什么 代表所有的这个任意类型的 元素节点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呢 把当前Parent下所有的这个元素节点都获取到 好 获取到以后呢 在这儿呢 我申明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用来记录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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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nodesi.className 是否等于class 好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咱这class它是一个关键字 所以呢为了避免衝脱 我们把这个参数给它修改一下 变成这个classStream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就将当前符合条件这个元素节点的直接 给它添加到这个数字里 那么最后呢我们把装有 所有符合条件的这个数组呢发挥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个操作啊 在这儿呢我们先把这个ur给获取到 先把这个ur给获取到 获取到ur之后呢 我们要获取这个ur下 所有符合条件的class元素节点 那么在这儿呢 第一个参数我要传这个ur 第二个参数我要传box 最终呢获取到这个元素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它对不对 首先2呢获取到4呢也获取到 那么它确实呢获取到的是 我当前ur中 所有符合条件的元素节点 那么d呢是我们关于 get elements by class name的一个讲解 然后呢还有这个对于 兼容性函数的一个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